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用洋葱做好吃的 这是3斤洋葱 洗净之后切成小块 放入绞肉鸡内 搅成洋葱末 不需要搅得太碎 倒出备用 1斤半瘦猪肉 切成小块 放入绞肉鸡内 加2片生姜 搅成肉末 加2勺盐 2勺生抽 1勺老抽 适量胡椒粉 少许小末香油 同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再倒一点洋葱汁 手切的洋葱是不会出水的 我们可以加适量的清水 搅拌成抱团拉丝状态 洋葱蒸干水分 放入末中 再次搅拌均匀 这是我买的饺子皮 放上馅料 中间捏合 两端不用分口 这个在我们那里叫锅贴 这一盘馅料 大约可以做200个锅贴 也可以包成饺子 做好的锅贴 吃多少取多少 吃不完的可以冷冻保存 准备4个鸡蛋 打入杯中 加一点盐 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热油 因此放入锅贴 锅中心的温度最高 我们要先放四周 最后再放中间 小火煎至锅贴底部金黄 倒入清水 没过锅贴的二分之一 盖上盖 中火把水收干 水快收干的时候 要转小火 把水慢慢的收干 最后倒入蛋液 小火煎至蛋液凝固 蛋液未凝固的时候 撒上黑芝麻点缀一下 出锅时撒上葱花 洋葱鸡蛋锅贴这样做 简单好吃又营养 肉馅的话鲜美多汁 底部的鸡蛋 姜香酥脆 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